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第41课 我病了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昨天学的字 请大家把手拿出来 我们一起来换声调 一起来跟我读 病 舒服 头疼 疼 疼 喉咙 喉咙 咳嗽 咳嗽 她的发音还不是特别的好 我要请你们在家里继续听一下老师的视频 或者在Better Chinese Online上面再继续的听录音来继续再读一下好不好 特别是像我们的第四声有同学搞得不是特别清楚 第一声和第三声我们同学说的还是很不错的 好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学的字 首先来看一下这四幅图 这四幅图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你看啊 这个爸爸 这手像是爸爸的手 拿了一个温度计 放在女孩子的耳朵里面 看一下这个温度计上面的数字啊 35.7 这是摄氏度 对不对 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啊 他没有病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小人 他在 看一下身高在怎么样身高呢 然后这个 这个好像是一个工作的人啊 他在 做什么 拿了一把尺 然后这个人站在一个衬上 他在 做什么 这个人好像还挺重的啊 两百多了啊 好 来我们看一下啊 有同学已经知道了 他们都在 还是看一下图片 这里有四张图片 他们都在做什么啊 看一下这个护士 他把一个温度计 放在这个 病人的耳朵里面 他在量什么东西 这是另一种温度计啊 放在额头上的 是不是啊 也在量什么东西 这是另外一种 有好多种温度计 是不是啊 这个是放在嘴巴里的 他在量什么 最后一种啊 这是一种啊 我们不怎么见到的啊 是一张纸 是一张纸 它上面可以量什么 有同学说量温度 非常好 那这些都是人 对不对 所以是量体温 体温 体 你们学过一个字 体育 体育课 那就是身体的体 温就是温度的温啊 中文里面 把字 身体温度啊 把它变简单 每一个部分拿出一个字 变成体温 它的意思就是身体的温度 所以啊 生病了 要量体温 像现在我们就是 有这个病毒 是不是啊 这个量体温 它如果温度很高 那它就是 看一看 这四个人 它怎么了 哎呀 它量了体温 一百零五华氏度 这个女生 它一边量体温 一边放了一个冰的袋子 有看 应该是一个比较凉的 一个袋子 它放在头上 这个同学啊 你看 它都是红了 是不是 所以量了体温 如果体温很高的话 这只小狗也是啊 它的眼睛 你看 它不开心 不舒服了 是不是 所以体温很高的时候 就发烧 发烧 就发烧了啊 哎 有同学说 这个发不是头发 第四声吗 这里又是一个多音字啊 第一声 发 变成了一个动作了啊 头发的时候 它是你头上的啊 头上的东西 头上的毛 是不是啊 啊 这个发 变成一个动作了啊 发 发什么东西呢 老师说发作业 也是这个发 是不是啊 烧 我们同学了 写作的时候 常常会问 我最喜欢吃烧烤 barbeque 是不是啊 烧啊 就是这个字 烧 发烧 所以是什么 你想象一下 你头发都烧起来了 都是火 所以啊 神病了 是不是啊 好 一般啊 我们发烧 就不是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事情了 是不是啊 现在如果发烧的话 要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啊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冬天啊 小朋友常常会有的 你看一下这四幅图 他们都在做什么 这个小朋友在擦鼻子 是不是啊 好 这个人也是啊 他又有药 又有杯子 里面有茶 还有纸巾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啊 你如果生病了啊 做什么的时候 吃一下蜂蜜 柠檬和蒜啊 它也会帮助你 那这个症状变好 所以他们都 你要用到纸巾 你的鼻子里有水出来 就是感冒 跟老师一起读 感冒 感冒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 感恩节 感谢 感动 感觉 就是这个感 它是心里面的 是不是啊 你要谢谢别人 也是从心里面 想要谢谢别人 所以有一个心字底 帽 我们之前二年级 我记得你们学过帽子 是不是啊 衣服 帽子 这是帽子的帽的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 是一个声音 发声是一样的 但字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感冒 感冒什么意思 你鼻子里有水出来了 有东西出来了 你要把它擦掉 要感冒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看一下这四幅图 他们都在做什么 这有一点难 这个男孩在 什么门 这个女生在 什么车 这个花 怎么了 从关起来一直到 这个医生在写一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新学的 这一刻讲到的 写什么东西 有一个药 是不是啊 这种叫 开药 开车 开花 开门 来一起读一下 开 开 开 好 我们继续讲今天的最后一个字 看一下这里 四张图片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人在吃什么东西呢 这些东西像是什么 有同学说蘑菇 这是 这是中国人会用到的 草一样的 干掉了 诶 这个人 他在做什么 啊 这个都是 药 这是 西方的药 西药啊 这个人要吃药 这个是中药 草药 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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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 我想药 做什么的药 发音是一样的啊 但是这个药 看一下 什么不熟啊 草字头 为什么是草字头 你们有没有想过 想一想 中国人以前的药 中国人有没有那种 一粒一粒的药 中国人的药都是 草 植物 是不是啊 所以有一个草字头 药啊 吃药 好 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的六个字 请跟老师一起读 凉 凉 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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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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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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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请同学也记得要在 Better Chinese上面 做完你的test assignment 今天的assignment 会是新学的这六个字 那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